我發現現在很多頭版開始多了引號 以前不覺得那麼多引號 引號用得多,坦白說大公文匯用得比較多 但現在可能越來越多新的詞彙 譬如說警察網上立會抗爭指納 我又覺得不用引號 其實真的不用引號 譬如我們今天又看到另一個日後 教唆攻打立會 攻打抗爭指納? 對,其實都擺明是 反而以前經常用引號的文匯報 他就沒有用 他是用攻打立會 很清晰 不是,市建局五連首建雄虧23億 喂,你銀行界 建雄只是一個意思 沒錯 是嗎? 是嗎? 你反過來說 攻打立會,警方建雄的話 你可能還要刮罰 是嗎? 所以,這些是否簡稱過癮呢? 即過分使用引號 一種習慣 我覺得以前很多 我寫東西都有時經常用引號 為什麼呢? 我用引號 就是因為我用… 但凡我不知道那個 正確的外國專用語的翻譯 我就會挖住它 因為我不知道… 可能有很多譯音 是不是真的這樣認 但這裡引號的作用 就好像是 你去focus on那個字 是的,但其實… 就是引了你去看那個字 那… 那… 就不是引號的… 不是引號的功能 是嗎? 還有,你寫文就說這樣 你排版如果要引起觀眾的注意 關於那兩個字 最簡單 紅色 你見紅就轉紅色 是嗎? 是 即是沒有理由的 我真的不明白 還有,有時候你用引號 是有些外國人 譯回中國人的名字 是 是 是 即是譬如 事主 Chan Min Sok 你不知道他是陳文淑 還是陳敏叔 是 即是你不知道的 中國字很多差不多音 他又沒有彩音的 即是沒有那個語調 所以我覺得現在實在是 報紙出現過癮現象是… 濫用了一些… 是不是很適合 如果你看《明報》內文 更多引號 是嗎? 他引號是多到… 整篇文就充斥了這些文 是喔,他不是喔 他上面是公立會和公立會 已經兩人了 是啊 然後裡面內文還有很多… 紫樑 明顯大著惡意公立大樓 這個引號用得對 對嗎? 是 這個是引術的 所以這個引號是用得對的 不能調以輕心是對的 因為它是引術的 案件列求警協助 勉強你覺得可以用引號 但是其實都可以… 都是在說的 對… 不是在說的 是在說警方用這個字 但是譬如 紫樑紫樑那裡 我又覺得… 即是不應該用 而且我老實說 我真的不明白 如果你看這個圖 這條青邊 為什麼要用引號呢? 大家看看 你看這條青邊 你看這條青邊 這條青邊 這條青邊 但是你條青邊 真的完全不用用引號 是… 即是已經是 豁出來了 沒錯 你的青邊已經… 即是… 我沒有辦法來… 沒有辦法來 所以成編的這邊 很多人看到 立會為什麼要引號呢? 真的… 大律師會指明立會 立會也是不知道為什麼要引號 工程也是有引號 所以成編的 很有才是要引號的 好像小朋友呢 你小時候讀書 給你一篇錯的東西 你勾出來 有沒有用錯引號啊 那些呢 你記得小時候也做到嗎? 那我不敢說明報用錯引號 但是… 明報的文字書也有很多 是不是過份多得太 就是… 我成編看到有些… 所以我們今天決定 明報是… 這麼多份報告之中 最過癮的 用最多引號 明報最過癮 所以… 這個真是我們… 我想沒有什麼節目 好像我們這樣討論這一點 沒錯 但其實引號有兩個功能 其中一個功能… 正常功能其實就是人引述 引述 聽一個人的說話 是的,引述 但通常如果你在外國有引述 他會做斜體的效果 我又不明白為什麼沒有 第二就是… 那個引號就是 希望你聚焦去看那個時候 這個我不覺得… 對的 你要別人聚焦去看那個時候 你可以用你的… 就是… 語句 去寫到令到你突然出來 那… 有時候我也會的 那我只能夠說我功能不夠的時候 我文字水平那麼差 那我就這樣 但有些人呢 他是故意用引號 就是所謂英文 quote unquote 就是… 攻打立會 大家覺得這樣是癱瘓立會 現在很喜歡這樣說 他輕化了這件事 如果我… 他有另外一個深層的意思 或者是令到這件事 覺得沒那麼嚴重 他們說他們攻打立會 或者是佔領中行 佔中去用引號 我覺得勉強還可以 因為他傳名叫什麼 就是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行動 簡稱佔中 是吧 所以他有引號 我覺得勉強還可以 譬如佔中 你說得是否想用引號 我… 反而你長的那個名字 他暗不出來 我想市民已經接受了 只是佔中就是佔中 所以佔中也可以 其實… 佔中要用引號 那立會他們要用引號也對 如果你這樣說 那你可以這樣說的 就是要討論一下 我也不夠文字功力去說 如果我看的 你剛才什麼愛與和… 但很多人立會已經不用引號了 也很多人佔中不用引號了 對 大家已經知道那件事了 簡單來說 如果你立會要用好 那你上面同一份報紙 細杯也不用引號 要 細杯也沒有用的 但是下面立會也有用的 是不是 那這裡立會也不用 就是… 這裡立會也不用 立會也不用 對 所以… 有些用有些不用 那是… 是否因為… 有些是叫那個… 看心情 看心情 網民說話 你說話 那是東立會和立會 那為什麼這個又不叫呢 不夠位 什麼看心情 肯定是不夠位 而且這個叫這個叫又不漂亮 是啊 排版 排版 但我的意思是… 你寫文和你寫標題是不同的 標題一定是縮寫的 你不會寫警察網上立會抗爭指南 你警方… 香港警方調查 在網上有人上載了的立法會抗爭指南 所以你標題照計真的不用引號 有些人堅持標題是完全不用符號的 即是連感嘆號、問號全部都不用的 即是部長的標題 所以我不知道 還有警察網上立會 那究竟是不是有個叫做虛擬立法會 有個叫做實體立法會呢 是啊 哇 你網上立會是否一個字呢 其實你想說立會抗爭指南 那你是不是應該這樣 對 我不太明白為何它只是抗爭指南 所以不要緊 我們起碼引發了討論 這是很關注的